各位亲爱的牧师 传道 长辈们 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我很感谢能够透过这三个月的短圈学习 在当中真的学习到不少 所以等一下我会分享五件是我在短圈所学到的 我来到这里的墓地 因为我是从沙巴来的 所以我来到这里的墓地 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与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好 然后在灵命上也能够成长 同时候能够更了解 更渴望神的话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能够知道怎样把福音来去传给我身边的人 因为我身边的人多数都不是信主 所以在沙巴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不知道怎样开口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所以很感谢我能够透过短圈能够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在我所学的课程当中 每一科都有不同的得着 然后我会分享其中一科就是灵命塑造 然后在灵命塑造的其中一课当中他有讲到祷告的操练 祷告的操练就是能够再次提醒我 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依照上帝的 上帝的心意来去思想上帝的所想的东西 渴望他所要渴望的事 然后爱他所爱他的爱的事 然后祷告最重要就是培养我们与他的默契 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让我知道原来祷告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在我的那一边那个地区其实讲真的我不太习惯祷告 我也没有这个祷告的习惯 但是透过这个课让我会学习更加的要多多祷告 更加的来去听他的话语亲近他 然后同时我也想要在我的房间或者是某个角落 然后变成祷告的角落 不只为我自己祷告也同时能够为其他的人祷告 第二在短圈省觉中 我也是能够向义文化 就是不一样文化的人来去传福音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荣幸 而我们的祖就被派进到义班藏物 这个也是更特别的一个经验 然后也很感谢牧师 我家里的牧师刘牧师 刘西亚牧师 他能够一对一的来去教我们 用国语来去布道 因为我没有试过用国语来去布道 我也不懂那一个字用国语是怎样去布道 钉十字架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一个钉十字架在国语怎么讲 所以我很感谢我能够用国语来去跟原住民讲这个福音 所以非常的激动和感动的 然后在布道之前虽然不行一对一的讲 但是我还是依然的感到害怕 还有不敢向前的那个原住民讲 但是我很感谢靠着神是给我们的圣灵 因为透过圣灵让他来去引导我 还有身边的人 我们应该要到时候了 要去传 然后就接着圣灵的慢慢的引领 然后还有想回去牧师怎样告诉我 来去告诉 传给他们神的福音 第三 在学院当中有很多的活动 然后我也尝试了全部的神学院的活动 全部的活动还有一些课程 然后这一层中 我就尽量的能够把我课程当中所学到的 所知道神的话 然后来继续的活吐组的样式 虽然没有那么的 好 但是我会尽量的把神放在地位来去做每一样的事情 当中我也是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 不同性格的人 然后当我发现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或者可能某一些事需要帮助 如果真的有时间有能力 我一定会去帮 然后在帮忙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有以神的话 或者是经文来去鼓励他们 激励他们 同时候也是激励我自己 然后来去更加的认识神的话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因为神爱我 在这个短宣中让我确信的 神真的很爱很爱我 他的恩典真的是够用 让我真的觉得我很每一天都在感恩 所以我也要爱他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然后让我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 要爱人无心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四个 就是从从那一些 我不是讲我的目的来到这里 我没有想到他会赐给我更多的恩典 所以就是透过短宣的玩岛会 然后说就是终于知道 到底是什么事 让我觉得我的领不自由 原来是因为我的那一个软弱 然后导致我 我有 之前都是有陷入那一些不好的状态 所以很感恩让我终于发现了我自己这个软弱之后 现在终于慢慢的来去能够跨越这个软弱 因为我靠着神赐给我的力量很大能 然后感谢主 然后因为他的那一个力量 让我学会的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如果弟兄姐妹有任何的软弱 记得要多多祷告 还有请进神 因为一切的旨意都来自神 让神的话来交放在你们心中 让我不会很容易的陷入试探 最后一项 就是透过短宣的每一天 或者是每一个活动和课程 也知道我下一步该怎样走 虽然不是到人生的目的是怎样走 虽然不清楚 但是我至少知道下一步 我该怎样走 既然神预备了道路给我们人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们是走向哪里 只要我们愿意去顺服 还有跟随他 他必赐福我们 赐福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与平安 然后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 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用神的话 活出主的样式行走 在神的道路上 谢谢 谢谢